狗狗也能带进电影院了 在中国 一些电影院专门让宠物主人带着他们的宝贝 一起进戏院看戏 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新趋势 在中国 越来越多年轻夫妻都会选择不生孩子 但却愿意养宠物 把宠物当成孩子一样看待 现在这个时代 80后是消费主力 90后的消费能力也成长起来了 但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宠物在生活中的角色变化了 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它现在更像是我们的生活伴侣 然后是我们的家庭成员 甚至有很多年轻的夫妇现在已经不要小孩 然后他们通过去养宠物 然后来这个 可能在一起更快乐的生活 吃好的 穿好的 还不惜花钱将他们打扮得漂亮亮亮 偶尔还会带他们去游泳 运动运动 要享受高品质的生活 肯定要花不少钱了 可他们却再次不惜 我以前为他狗粮 现在我都自己给他做饭吃 天然饭嘛 给他用新鲜的食材去买各种肉 买的肉反正都是有机的 就是那种特别好的 然后蔬菜啊什么的 玩具 衣服 洗澡美容 就是这些费用 但是我从来没算过 不是很喜欢狗狗的朋友会觉得不至于这样 但是它在我这里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小成员了 或者说更多的时候我把它当宝宝了 统计显示 中国养宠物狗的人数排名世界第三 仅次于美国和巴西 一共有2700多万只宠物狗 养猫的人数则是世界排名第二 宠物行业正兴旺 估计到了2019年 中国宠物照料行业将增加半数 达到158亿人民币 绝对是商家值得投资的领域 MTV7综合报道